这绝对是影史上最奇葩的角色 他伤性残暴喜怒无常 一言不合就杀人 明明是300斤的大胖子 却是皇上身边最有权势的大公公 甚至还被称为天下第一美食家 所以当得知有个酒楼叫峭江南 主厨有八道爵士好菜时 刘公公便派人前去下单 点名要吃八大产的把闲过海 虽然只是简单吃饭 但八大产和他的徒弟都感到不安 刘公公残暴对吃的方面特别挑剔 稍不顺口厨子就会被斩首失众 为了避免自己的手艺失传 八大产决定选出自己最为优秀的弟子 将所有的厨艺侵传给他 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徒弟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可无一例外都被八大产一一否决 最后只有小冬瓜的一碗虾汤 让八大产赞不绝口 半颗青萝卜 两块豆腐 虾汤中没有虾却能做出如此美味 但八大产知道小冬瓜年龄上小 他的厨艺绝不可能做出这碗汤 于是为了调查真相 八大产要求小冬瓜重做一碗 小冬瓜顿时不知所措 只因那碗虾汤确实不是他做的 无奈之下小冬瓜供出了虾汤的主人 原来这竟是厨房打砸的哑巴做的 腾安正信作为日本实力派人气偶像 最有前途的新晋演员之一 因为在梅兰芳中饰演田中龙一 腾安正信为中国观众熟知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腾安正信的表演颇有看点 他在中国拍摄的第二部戏 就是这部《刀剑笑》 当时部分工作照曝光后 有媒体表示 腾安的乞丐装 与黎明在十月围城中的乞丐装如出一辙 当然也绝不是模仿或抄袭 因为《刀剑笑》演员失装时 十月围城还未供应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八大产对哑巴印象深刻 可收图也讲究名称严顺 哑巴只是厨房帮工 根本没资格参加比试 也就不可能成为关门弟子 可就在当天晚上 八大产的房间突然起了一场大火 徒弟们面面相去 谁也没有上去救火 唯有哑巴不惜生命跑进火海 将八大产救了出来 八大产见哑巴一片痴心 于是决定破例收他为关门弟子 将自己的八道菜传授于他 当厨师的第一步就是刀工 哑巴将黄瓜抛向空中 三下五卓儿就是一顿操作 这段与星爷电影《石神》颇为相似 腾安正信饰演的厨子 和师父与长卓两端相向而立 空中甩刀切黄瓜的镜头 同样是致敬当年古德昭的那位糖牛 哑巴花里胡哨的刀工 很快就遭到了八大产的指责 说完他拿起一根黄瓜 沿着一个方向不断下刀 接着黄瓜下水轻轻一拉 一道精美的苏伊黄瓜就做好了 哑巴被八大产的刀工震撼 凭着天赋和努力 他很快就学会了七道菜 最后只剩下第八道菜 拔尖过海 而这道菜的奥秘在于 厨师在转瞬之间 用最快的刀将火鱼抛开 投入滚烫的废水 这样等菜上桌 鱼不知道自己已死 依然在汤中游烫 多年来 模仿这道菜的人甚多 但无一人能得其精髓 原因就是这把玄铁菜刀 现在这把玄铁菜刀 终于迎来了第二任主人 很快 哑巴学会了八大产所有手艺 可他却在第一时间 堵死了师傅 原来 哑巴的父亲同样是一位厨师 厨艺高超的父亲 曾入宫为刘公公做菜 但在品尝时 因为鱼刺卡在了刘公公喉咙中 结果导致厨师一家被杀 哑巴躲在厕所才逃过一劫 从此以后 哑巴便下定决心 一定要为父亲报仇 当得知刘公公要吃八大产的菜 哑巴便混进了窍江南 帮小徒弟做菜 向八大产展示自己的手艺 故意放火 上演苦肉计 成为八大产的关门弟子 可最终能为刘公公做菜的只有一人 报仇心切的哑巴 毒杀恩师 只为夺得一个刺杀刘公公的机会 得知其中真相八大产释然 原来他早就发现菜中有毒 眼看徒弟决心已定 八大产说起了玄铁道的真正来历 多年之前 江湖各路豪侠 为争天下第一 掀起腥风血雨 这时有一个叫独孤晴天的高人 游历各国 抢夺高手们的武器 将他们交给了驻剑大师唐胖子 有了这些神兵作为材料 一块绝世玄铁问世 独孤晴天带着这块玄铁引退江湖 死后玄铁也被他带入坟墓 谁知没过多久 独孤晴天的儿子为了称霸江湖 手刃了自己的兄弟 从墓穴中挖出了这块玄铁 要求唐胖子为他打造一把绝世神兵 打铁铸剑是一剑神兵还是一柄屠刀 打一柄魔剑的概念 较早时鉴于唐家明的电影《明剑》 铸剑是不是有点致敬的意思不得而知 而相信很多观众看出来 长相与名号反差极大的唐胖子 正是由老板济公游本昌扮演 1985年由本昌因主演经典电视剧《纪攻》 想于海内外被誉为活纪攻 作为一个戏路宽广的性格演员 由本昌表演上既重内心体验 又重形象上的外部体验 从而创造出了鲜明的人物性格 堪称国内传奇艺人之一 独孤城威胁唐胖子为自己断刀 可他不知道 玄铁不是盒子里的铁 而是盒子本身 独孤城带着神兵游走江湖 可谁想到在一次对决中 神兵直接碎成两截 独孤城此时才反应过来 玄铁早就被唐胖子掉了包 独孤城的这段故事 其实也是对应了佛教中的贪 所谓贪是指人的贪欲 尤其是人的身体的各个欲求 非得到不可 否则心不甘情不愿 独孤城立志称霸武林成为天下第一 为此不惜手刃兄弟 挖开父亲的坟墓盗取玄铁 最终成为别人的刀下之鬼 死于非命 是恶有恶报 另一边 唐胖子遇到了年轻的八大铲 八大铲想要一把好刀防身 唐胖子却用那块玄铁 为他打造了一把菜刀 希望八大铲当一个使刀的厨子 给周围人带来快乐 不打造伤心之刀 只打造开心之刀 唐胖子其实就是导演核心思想的代言人 刀可以用来杀人 也可以用来让生活更美好 电影取名刀剑孝 或许正是此意 八大铲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 而哑巴也顺利得到了 给刘公公做菜的机会 很快 经过重重检查 哑巴来到刘公公面前 随着一声令下 哑巴抄起菜刀一顿输出 一道道美味被端上了桌 刘公公吃得十分畅爽 很快就到了最后一道八仙过海 这是哑巴下手的最好时机 因为八仙过海需要进前观看 才能知道其中玄妙 有了前七道菜打底 刘公果然同意了哑巴的要求 杀父仇人近在眼前 先前十分冷静的哑巴 却突然有些慌了 而就在这时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哑巴有些不知所措 结果就在这时 虽然刘公公掉粪坑了 可却并没有性命之忧 手下未报治愈之人 想让公公顺着长枪爬上来 结果递错了枪间 得知刘公公要杀人泄愤 二公公直接使了一个眼色 生性残暴的刘公公 居然就这样隐恨西北 得知这个消息的哑巴缓得缓失 巨大的反差冲击下 疯疯癫癫的哑巴沦为一个乞丐 电影将哑巴的故事 定为佛教三读中的称 指仇视怨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 称的产生与作用 与贪正好相反 贪是对事物的喜好 产生无厌足的追求 占有等心理欲望 称是对众生或事物的厌恶而产生愤恨 仇恨扭曲后的人性 击溃人性之善良 哑巴被仇恨蒙蔽双眼 为了报仇 不惜毒杀自己的恩师 以求机会接近仇人大太监 正当他有机会首任仇人之时 数料仇人自己摆乌龙掉进粪坑 被自己的属下所杀 如此戏剧化让哑巴大彻大悟 我不杀仇人 仇人也要死的 人总有一天都会要死的 这样的话 复仇又有啥意义 欢得欢失的哑巴成了一个乞丐 而随着他的落幕 玄铁菜刀的第三任主人也随着出现 少三两是当地一名杀猪户 因为一次偶然机会 他目睹了万花楼头牌媚娘的爵士容颜 自此之后 少三两便对媚娘心心不忘 赚来的钱都用猪大肠存起来 想着有朝一日将媚娘娶回家 这一天 少三两终于攒够了钱 他推着全部家当来到万花楼 但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一片真心 换来的却是万花楼老板的嘲笑 原来 媚娘早就成了别人的心头号 他名叫一刀仙 是当地的一名侠客 既有钱 刀法又好 少三两一个杀猪的怎么跟他比 眼看心上人被夺走 少三两忍无可忍 他回到家戴上杀猪刀 要跟一刀仙决意死战 却不料根本不是对手 一刀仙将他按在地上 接着在肚皮上刻了一个猪头 在心上人面前被羞辱 少三两已经没脸活下去 结果脚下一滑掉在了石墩中 碰巧遇到了沦为乞丐的哑巴 哑巴只用一刀便展开了石墩 少三两看出 那把刀是绝世神兵 哑巴救下了少三两 可少三两不仅没有心存感激 还趁哑巴熟睡偷走了玄铁刀 有了那把绝世神兵 少三两信誓旦旦地回到了万花楼 是要一血前耻干掉一刀仙 在他身上刻满猪头 这时一刀仙再次来袭 少三两下的跪地求饶 但谁能想到 那把锋利无比的玄铁刀 竟直接将一刀仙的坐骑 以分为二 一刀仙见状怒不可遏 直接挥刀朝少三两杀来 少三两连忙逃跑 不断用酒坛攻击一刀仙 而随着一把大火 一刀仙瞬间被烈火焚烧 短短片刻便已经化为灰烬 少三两干掉了一刀仙 凭借此状举 万花楼的姑娘们一改往日偏见 对这位江湖大侠百般奉承 那些昔日看不起少三两的人 也被他直接踩在脚下 这下少三两终于有了 与媚娘相会的资格 媚娘感谢少三两 少三两却趁机向媚娘提亲 媚娘迫于她的隐微 只能无奈地服从 结果二人大婚当天 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男人正是媚娘青梅竹马的恋人 两人早已司令终身 本想着远走高飞 结果却被一刀仙阻拦 媚娘一直在寻找除掉一刀仙的方法 直到少三两的出现 在听完两人动人的故事后 心地善良的少三两决定成人之美 让媚娘跟着敌尸离开 但她还是不甘心 凭什么自己要为别人做嫁衣 少三两除掉了一刀仙 同时又成为了另一个一刀仙 就在她逼迫媚娘留下来时 媚娘却拿出了另一把玄铁刀 原来在少三两熟睡期间 媚娘早就偷偷调换了玄铁刀 少三两勃然大怒 她冲上去与敌尸扭打一团 要抢回属于自己的玄铁刀 屠夫力大 几番扭打让少三两轻松压制了敌尸 少三两终于抢回了宝刀 可刚刚举起就断成两断 原来那碗媚娘根本没有得手 少三两手上的那把一直都是真刀 是她听听了媚娘的谎话 丢掉了那把玄铁刀 分不清是非和真假 拿着再好的刀也没有用 少三两丢掉了玄铁刀 同样也失去了媚娘 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远去 鸡 猪 蛇三个动物代表三个故事 引申出了贪真吃的概念 而少三两的故事正是对应了最后的吃 贪是对于喜好的偏执 独孤成为了天下第一 不惜手刃兄弟 跑开父亲的坟墓拿走玄铁 趁是对于讨厌的东西偏执 哑巴的父亲被杀 为了报仇 哑巴不惜杀害恩师 只为获取一个机会 而吃是根本的不明事理 即为一切烦恼之所一 有一些东西高高在上并不属于他 即使他再梦寐以求 也还是看得见摸不着 然而有一天 他忽然觉得 有可能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时 他便疯狂了 而且越是饱受屈辱 就越是越挫越勇 少三两爱上青楼头牌 头牌却被一刀仙占为己有 直到从青年厨师那里得到菜刀 杀了一刀仙把头牌占为己有 然而头牌并不爱他 拿起了菜刀与青梅竹马远走高飞 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把玄铁刀辗转三世 将三个人的命运串联在一起 可却都因为放不下妄念 到头来终究不过是一场空 最终只有将刀丢下悬崖的敌师和媚娘 得到了美满的结局 或许也印证了佛家的一句话 人皆有佛性 作恶之人 弃恶从善即可成佛 刀剑校是由乌尔善指导 安藤正信 尤本昌 张于奇等人出演的 一部动作武侠类电影 刀剑校是乌尔善导演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改编自安昌和小说 菜刀传奇 许多人听到片名的第一印象 就会想起1994年 刘德华跟林青霞拍摄的那部刀剑校 相同的武侠电影题材 加上片名景有一字尺差 还听起来谐音 于是很多人将该片误解为是 94年的那一部刀剑校 对此导演乌尔善表示 自己也曾看过刀剑校这部电影 但刀剑校和刀剑校 在内容上毫无关系 刀是剧中最核心的道具 而校一方面契合了电影的喜剧定位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电影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红尘多可笑 乌尔善感谢刘德华创立了 培育新导演的项目 使他有机会被亚洲新影历电影计划相中 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商业类型片 所以刀剑校的片名 也是对刘德华电影的一种致敬 作为一部在影像风格和叙事手法上 都极具风格化的电影 刀剑校注定不会让所有人都喜欢 电影中摆脱了传统武侠片的俗套 加入了新鲜元素和有价值的观点 故事分为三段叙述 分别是侠客之刀 厨师之刀和屠夫之刀 在侠客之刀中保留了黑衣 长发 肃杀的关系侠客特征 用的是传统的黑色色调 在厨师之刀中为了突出复仇的概念 选用了阴冷的青色 而在屠夫之刀一环 由于涉及风月之地 采取了朦胧的红色 三个故事环环相扣 成为彼此交织的循环 从而延伸出属于人性和宿命的主题 可以看出剧情设计上的精致 导演对刀剑啸这部电影的野心 可正所谓言多必失 明明可以老老实实去拍个故事 好好利用安藤正信 可导演偏偏想要其他的 而且还要很多很多 过度强调混搭 整部电影的风格变得异常奇特 再加上凌乱的剪辑手法 很多观众看得一头污水 觉得不明所以也 刀剑啸的口碑由此崩坏 而纵观整部电影 多数人最喜欢的是厨师一段 那恰恰是恶搞最少的部分 是情节矛盾冲突最强烈 人物形象最鲜明 伏笔悬念最巧妙的一段 这段中的喜剧所在 是雅子费尽心机报仇 不惜自残杀尸 就在他做好准备 准备实行刺杀时 仇人却戏剧性的 在雅子出手前先掉毛坑死了 这同时也是最悲的部分 强烈的反差带来巨大的起落 观众的情绪就在这里得到了释放 所以刀剑效忠 不是没有好故事 只是精彩分布不均 三段式的故事 有些为三段而三段 并没有达到各个精良 让人拍案叫结的程度 而整个故事的联系 也并不是经典的三段电影那样 咬响尾蛇般 互相推动互为因果 简单的口头叙事 从前有座庙 老和尚和小和尚讲故事 老和尚说 从前有座庙 所以网上又有人说 刀剑效这部电影不知所云 还不如保留中段蛇的部分 也就是除尸复仇那段 只要把戏做足了就好了 确实是一部武侠经典 但其实不然 如果砍头去尾的话 刀剑效就仅仅是个 平庸的复仇故事 与那些经典老港片相比 只不过画面得到了提升 换汤不换药 拍得再漂亮也是浮云 所以刀剑效是一部 带有实验性电影 导演特意在电影中加入话剧 用话剧的方式讲述剧情 问题在于 导演并没有处理好 这个三段式的故事 三个故事之间 除了再传递一把菜刀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呼应 你可以把它们拆开打散 三个故事就完全独立了 许多人认为 屠夫的段落是电影败笔 但这个结构也是有意义的 鸡 猪 蛇 三种动物代表三个故事 引申出了贪嗔痴的概念 是一类华语电影中 少见的隐喻故事 正如电影交代的 三段江湖传奇一样 刀剋 厨师 屠夫 三个人身上都背着一种奇特使命 并成为三个故事里 各自的核心人物 乌尔善用夜光图腾叠印的方式 表达在三个人身上非常动漫酷炫的新式风格 也让人带上了很强的宿命感 三种动物分别代表三个故事的寓意 并指引着故事线索的走向 最终将故事引致宿命的结尾 独孤城和斗鸡结下不解之缘 哑巴厨子身怀毒蛇 蛇毒也是故事中的重要道具 而片中另一个主角是杀猪的屠夫 三种动物的寓意随之揭晓 鸡代表贪 蛇代表银 猪则代表吃 贪嗔痴也是禅宗佛家所说的三恶 让影片具备了一种七宗罪的宿命感 佛学的深意在电影里贯穿始终 图腾的设计借近了 唐卡和吞皇壁画的各类元素 这样的表达非常形式化 很明确地交代了故事所属的寓意性 这样就能看出来导演和编剧的功底 事实上 乌尔善的确可以称得上传奇导演 武侠喜剧刀剑效忠他大胆尝试 安藤正信的做菜画面 就是一部美食广告 其中运用的大量微剧高速摄影 与眼镜头凸显人物夸张的表情 常在时尚汽车广告中的仰拍镜头穿梭其中 里面甚至出现了武侠电影中罕见的rap 歌剧和游戏元素 而这些却是广告惯用的手法 这些广告元素的运用 使得乌尔善的电影风格鲜明 色调新颖 具有难得一见的实验精神 博得了年轻一代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也是从刀剑效开始 乌尔善的崛起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部刀剑效的时候投资成本是600万 算是电影界里非常小的成本 而到自己第二部商业片画皮2的时候 投资预算已经升至1.2亿 7亿的票房成绩也刷新了当时中国电影的票房记录 第三部商业巨制《寻龙诀》 投资达到了2.5亿 票房16.6亿 不仅得到了鬼锤灯援助粉丝的承认 还成为当时华语票房历史的亚军 各方面操作都达到了好莱坞娱乐片的标准 凭借10年的广告导演生涯中 对故事 镜头 节奏 色彩的积累 乌尔山用了不到三年时间 就极深中国华语电影导演一线之力 可见其功力 刀剑效可以说是乌尔山的尝试 试图推翻传统武侠套路 在武侠题材已经沉寂的水潭中 投入一颗石头 那么你觉得刀剑效怎么样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孟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